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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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哦 我跟你说过班来哈法 我说没说过 我俩说是加拿大最宜居骗你了吗 没骗我 哈哈哈哈 这个view 真的 咱就先不要说这个房子了 就后面面对大海春暖花开这个view 我觉得至少至少值两个mini 你有带观众去看吗 下面是白沙滩像加勒比海一样的水的颜色 是 这个在加拿大是很少见的 对这个是私人沙滩 私人的白的色的细沙 加上加勒比海一样那个蓝色的海水 妈呀 别人是不允许来的 对吧 这个是289万 现在挂牌价格 如果咱们这个咱们咱们粉丝来买的话 是不是可以抹一个零 28万 哈哈哈哈 没太有可能性 看了笑 看了笑 天呐 Look at this 哎呦 对 这里有朋友聚会啊 在这边晒晒太阳啊 看着这个海景非常的舒服 非常惬意 哎呀还拍上来啊 不要拍了好不好 我们坐在这坐一会 嗯 我说实话 跟东南合作这么久 嗯 今天我能够感觉出他确实震惊了 我给他网络 我们把东南带到这儿的时候 他一下来他就震惊了 嗯 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以前觉得我是吹牛 哈哈哈哈 对我以前真的觉得 因为他是从哈法来的 或者说从Nawaskos来的 我就觉得他肯定是想夸夸自己来的地方 对不对 既然那么好你为什么搬带卡尔加里 但是来了以后我才发现真的是 其实在这个今天拍的这个房子呢 它只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 嗯 开西这边的这种海上的啊 海景房大概的价格区域 大概区域的话是150万到300万中间是比较多的 所以100多万就能买到这种海景房了 对的 对的 妈呀 其实如果是我个人都难 我不知道你哈 嗯 我觉得像我的这种经济条件 你能努力后半辈子买个100多万啊 房子的小点 不至于不至于 那这个风景 只要你跟哥混 别点 绝对能买得起30万的 哈哈哈哈 嗯 所以这一个房子的话 它前面这种细纱啊 就是非常少见 很少见 100多万可能没有这个沙滩 对有很多像这种的海景房 但是带有自己私人的这种沙滩的非常的少见 这房子多少平尺 1.77个acre 那太大 这个是地的这个面积哈 然后total的living area的话是5400尺 哦 真的蛮大 这里有一个这个fair pit 好吧 这个其实是大理石 对这个是私人定制的 我看得出是私人定制的 我没有那么土 这是啥办公室吧 这是一个办公室 会客厅 也可以在这儿做休闲 哦 对他这边放了一个电视 然后就是如果想要看看电视 在这边娱乐一下休息一下 可以 这里我插个嘴哈 你知道就这个房子带着经济有多实在吗 多实在 他把就是做这种就是豪华的 专门带着这种豪华一些的房子 嗯 他跟我说这房子280万 我第一感觉就 妈呀 这么这个风景的200多也好便宜 对我也震惊到 他可不是这个感受 他是啥 他用之前他就说这个房子下面还没有完全装修完 要不下面就少拍点 但他心里他觉得这个是可能有点溢价 你知道吗 价格有点偏高 可见这边的市场这边的房子有多么的高兴 这边还是挺宜居的 尤其是跟大温地区相比哈 你看他们这个开放式的厨房啊 刀刀 我觉得这就是作为任何一个不爱做饭的人 在这里都想做饭了吧 就看着这个风景 我觉得吃什么已经不重要了 真的是 这个太帅了 三扇大窗 你看这个大餐桌 这个也是定制的 这个要是做的话 就是比如说我坐在这 刀刀坐在对面吧 然后两边都是客人 是不是这意思 是 两边都是你的仆人 你俩往两边站 今天咱们都来几个客人 刀刀 先生 这个 你配合我说 今天来几个客人咱们家 今天来20个仆人够做吗 差不多吧 咱们今天主要吃什么 今天吃牛排如何 好太好了 赶紧都给我行动起来 这个骨香骨色的真好 这全是定制的吧 这个是老板椅 那个是秘书椅 是不是 比如说我坐在这 刀刀坐在那 然后刀刀 你如果你想喊我的话 你还得敲一下锣 要不然我听不见耳背 房子太大吗 你得敲一下锣 我才能听见 打一声 老板我要上厕所了 像这个地板呢 它其实是石墨的 这么宽的这种石墨的 现在已经不多见了 很少见了 你看这个书房三面大窗 外面是树 隐私特别好 你说我要在这儿剪片的话 七正阳找他们 billion views 那是因为我们没来哈法 我们七正阳一直没火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没有来到加拿大最宜居的城市了 我觉得是错的 没火的原因是因为没见到Cassie 哈哈哈 见到Cassie早就火了 这是主卧吧 对 这是主卧 这真的是春暖花开的卧室 春暖花开 我要是眼开脑儿一睁开眼 现在呢 我看到的是这 哎呦 就大概就是一个 步入式的衣橱 这也比较少见的是 它是有两个work in closet 卫生间里面是 卫生间里可以排是吧 对 哎呦 这位生间大了 这个 连洗个澡都是对着大海 洗个澡都是面对大海 不过说实话 我要住这房子 五天天去游泳 我也不是在那边洗 真的是啊 就泡在那个沙山里 游完游以后来这儿泡一下嘛 对不对 冲一下啊 这边是干嘛的 哦 你看人家的照片墙 这个照片墙还挺有感觉的 哦 这还有一个卧室 这个卧室就跟主卧稍微不一样一点 这个就比较温馨一些 这个里面也有一个洗手间 诶 这真不错 还有两个洗手池呢 对 这也是能住两个 爸爸妈妈住这边 是吧 真的 夫妻两个人住另外的主卧 这个正常 诶 这小孩住这么 那个我妈一直说 买一个房子就是这个卧室 不要离得太近的 你看这个就属于是 你那边主卧有啥动静叮光 你是不是晚上 这边都听不着 这真的是解决了很多年轻夫妻的问题 太解决了 你像 房子两头是吧 对 夫妻住这也对夫妻住那 声音大一点的 一定要那个啥 嗯 虚拆一点 哈哈哈 我是说晚上那个工作 哈哈哈 不要想歪了啊 那就是一个客房或者小孩住的房子 哦 诶 这个好诶 太好了 这个古香古色的哈 对 太好了 嗯 一共有几个卧室 Cassie 这里 这里目前是三个 这三个 两个主卧一个侧卧 因为它地下室 这是书 这肯定是那个啥了 车库了 是吧 哇 天呐 你看这风景 这不已经装得很好了吗 这边是没装的是吧 对 这块是你自己可以装的卧室 车库 超大的地下室 哦 这是工具房 哎呦 你看人家那个多organized 然后这里是小洗手间 四个房间 对 这边如果有客人来的话 也可以住在这边来 思考思考人生 哈哈哈 来 刀刀今天节目不去拍了啊 以后再别给我打电话了 拜拜 哈哈哈 是不是 人家要不然说是良性循环 你看人有钱人家上的都是哈佛 哈佛上完了又有钱 再上哈佛 再上普林斯顿 咱们就只能赤风学院毕业 没有 这有个健身区域啊 道道 对 啊 不是 你说这样一个面向大海的这样一个健身房 全是床后的健身房 你要没有一身肌肉 你好意思在这见吗 我就问你 我都说了 我搬到这房子里 只想对着海发呆 估计越吃越狂 哈哈哈 就这个板涉 我倒不会 我搬进这个房子啊 我跟你说 你别做梦了 你还搬进这房子呢 你让我做做梦行不行啊 哈哈哈 你干什么玩意 太生气了 说实话 如果我们在温哥华的西边 买一个这样的房子 对你来说不太现实了 但是你说在哈佛买一个 我觉得你还是有希望啊 哈哈哈 是不是瞧不起人 在这儿我也买不起 你就说在温哥华这样的房子 得值多少钱吧 你俩说一说 我猜得 西湾 West Vancouver 这样的房子 不只是海景 但还得有自己的私人的白沙滩 像加勒比海一样 那个颜色的水 我觉得虽然我没见识 我觉得也得是1500万起吧 1500万起 房子还肯定没这么大 这么漂亮 你觉得得多少钱 在West Vancouver这样的房子 这我就猜不出来 不要说卡尔加里了 卡尔加里没有海 不值得一笔 别去拍了 关键是 关键是 周边城市周边 30多分钟车厂内 有这样的沙滩和海吗 也是 你问的就是 我有 咱们这个节目前有这个 有见识的 可以给我们留留言 如果这个豪宅 如果在West Vancouver 或者说就是大温地区 有这么大的面积 有这样自己的私人船屋 私人白沙滩 能值多少钱 跟我们留言 非常舒服 oh my gosh 其实羊羊啥时候出差 能住上这种房子 Jesus Mary Joseph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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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懂 但是屏幕前有人懂 这个太帅了吧 啊 思考人生 哈哈哈 不是真的是我 我可以在这一坐 坐一下午 我觉得真的 我都不用去那个椅子那坐 我就在这坐着 我的天哪 非常舒服 啊 搬什么温哥华 搬什么加利福尼亚呀 就哈法吧 我觉得好不好 不是啊 这个温度是最适合的 不热 也不冷 嗯 就是20度左右这个温度 阳光刚好 对 阳光 就下了班 哈哈哈 刚好 下班 然后来这边 晒晒太阳 都住这房子也要上班 哈哈哈 你好意思上班 你还好上班 你安排几个人 你都是在刚才那个地方指挥人 这个房子最大的亮点呢 就是很难得的是 这边有一个白色沙滩 这是一个私人的一个沙滩 嗯 不要看这个事情 说点心里话 你老是照稿发言 你没觉得本地人太朴实了 这个房子的话 我就觉得 如果说是 跟西岸 我不太知道西岸的这个价格 很好 但这边来说的话 肯定算是豪宅了 绝对的豪宅 嗯 然后这个豪宅 它其实你看 你看那个地砖呢 整个这个房子的这个品质 还是非常的好的 嗯 然后你像这个后院 这个地砖草 其实是应该 我看样子是应该是有人打理的 嗯 如果说这个价格 我觉得可能还会有砍价的 这个空间在的 对我是 但是抹一个零是不太可能的 那是 哈哈哈哈 28万就是 我现在就下offer 你就说 你给我一个准确的 能不能下这个offer 28万我觉得我们可以再稍微 降一点这个价格 再降一点 还能再降一点 28万 就躲二上聊 你们把我 所以说这边的话 大家真的是应该多关注一下 嗯 虽然说我跟Danda 我们是本地人 希望更多人了解哈法 是 有这种主观的因素在哈 嗯 但我自己东边西边 其实也去了不少地方了 在我心里面还是会觉得 这个应该是被华人关注起来的一个城市 你别说华人了 你看你像我来加拿大十多年了 嗯 也没有真正的来哈法体验过 嗯 真的是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屏幕前的七十阳的朋友们 你们不一定来这说来了就立刻买房哈 可以过来体验一下 自己感受一下 住个一星期左右 你看看你喜不喜欢这个哈法 然后再下决论 不要别人说啊 温哥华多伦多 你就一定要去这些城市 当然我不是说去这些城市不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感受一下 你要自己有些主见 你不能听别人说这个城市好你就去 对不对 自己来感受 你看就像东南认识我 跟在那之前也挺没主见的 要不是被我们拉来这边 你会思考那么多吗 哈哈哈 你会思考这么多吗 哈哈哈 认识你们以后我没主见了 哈哈哈 这恰恰相反 那我们带大家上沙滩上真正的感受一下 好吧 下去走两步 走 你俩等我一会行不行 这招啥你同胎去 哎呀 这这么准水还怎么急啊 这个真的 你说这个200多万 是太便宜了 我觉得是 超级便宜 这也太酷了吧 嗯 有钱就是好哈 太酷了吧 妈呀 有钱就是好哈 没错 哈哈哈哈 都能来我们去试试那水热的 好走 我感受一下 你俩跨着我 你俩一左一右 来 对 慢点慢点 扎脚啊 你看这个水多清 又清又没浪 理论上这种 偏内海是吗 这种脚应该是有生蚝的 应该是在这个水域的某一个区域 可以捡自己的生蚝 咱仨挖来 咱仨挖身好了 不是挖 他要捡的大哥 哦是捡的 哈哈哈哈 你看还有好多这个黑胖海 真的是 对 黑胖小明不过来体验一下吗 我都觉得 黑胖小明 走吧 你脱了 脱啥呀 你快脱 给你一秒钟脱快点 别闹湿了袜子 你今天都没下水 也必须得下下水 快来快来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怎么样 怎么样 水凉不凉 还行吧 还行 你发现这水多清澈了吗 比刚才咱去那个地方 比刚才那个Crystal Beach还要清澈一点 而且没有浪 对不对 多平静啊 是 对啊 这个真的是 这个你把船放在这上面 你都能反射出那个倒影来 你是不是后悔搬砍压了 后悔了 后悔了